每天喝点,清除口臭。 抗癌。 治咳嗽。 相信你一定是吃甘蔗吧? 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,大人小孩都喜欢吃。 甜甜的,而且还可以锻炼我们的牙齿,但是你有喝过甘蔗芝麻,相信很少人喝过,喝甘蔗芝会更加营养丰富,加热和还会有不同的功效。 别看死物是一个不起眼的水果,功效却一点也不比苹果差,长河还可以清理我们肺部的垃圾,还可以致咳嗽。 甘蔗芝含有丰富的蔗糖、果糖、葡萄糖、还有钙、磷、铁等矿物质。 甘蔗芝麻,甘蔗芝麻,甘蔗芝麻,甘蔗酸、柠檬酸等多种胺基酸。 精解含维生素B6,精端含维生素B1,B2 生食甘蔗或饮用甘蔗汁,能生津止渴,补充水分及能量 甘蔗中的糖类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 甘蔗还含有天门冬氨酸、骨氨酸、丝氨酸、丙氨酸等多种有利于人体的氨基酸,以及维生素B1、维生素B2、维生素B6和维生素C等等 甘蔗的含铁量在各种水果中,雄聚冠军宝座 甘蔗榨成汁,并不会破坏以上营养成分,并且口感更佳 甘蔗汁,并不会破坏以上营养成分,并不会破坏以上营养成分 甘蔗汁具有清热、生津、下气、润灶、补肺异味的特殊效果 甘蔗可治疗因热病引起的伤筋、心烦口渴、反胃呕吐、肺灶引发的咳嗽气喘 中医认为,甘蔗汁生引性肝寒,是一热病伤筋、心烦口渴、深热尿痴、肺灶咳嗽、口臭、口腔发炎疼痛、可用甘蔗汁寒数吞下 制作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,将甘蔗削皮,切断,切成小块,放到榨汁机里就可以了,然后过滤就可以喝了 每天不宜多喝,当然有糖尿病也要慎用 另外小编再给大家推荐几款清肺比较好的食物 如果你没有时间制作冰糖雪梨,可以泡这款润喉茶喝 方便简单,采用胖大海、菊花等多种清热解毒、润沸食材 通过科学配比,精全优质的原材料,质量很好,一包包独立包装 黑芝麻核粉 不仅黑芝麻有营养,核桃也不例外熬,将杂粮磨成粉插进芝麻粉内,对芝麻糊的口感影响并不大 但可以多一个补养 但可以多一个补养杂粮的途径,煮好的黑芝麻糊,或者黑芝麻米糊,可以加些核桃人进去,坚持每天喝一杯,头发会变亮,皮肤也会润润的窝 再来看看这款书干解育书棉茶,它的营养成分是看得见的,喝住也很安全,放心,而且它是独立的包装 很方便携带,每天来一包,心情郁闷时,舒缓压力,而且经常和它的话,可以清理心灵垃圾,使气血保持平衡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助于睡眠哦 这款玫瑰花茶是大家每天都会喝的,它富含香茅醇,橙花醇,香叶醇,本蚁醇等多挥发性香气成分,因此泡出的玫瑰花茶具有甜美的香气 常饮死瓶有清热解毒,促进代谢,和肝养味之功效,它还有平衡激素的作用,有助于女性的美丽与健康 菊花可扩张冠状动脉,增加血流量,降血压,扩张冠状动脉和抑菌,长期饮用能调节心肌功能,降低胆固醇 对关心病,高血压,动脉硬化,血清胆固醇过高症都有很好的疗效,对吸烟者来说是必备佳品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相信你一定是吃甘蔗吧,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,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甜甜的,而且还可以锻炼我们的牙齿,但是你有喝过甘蔗芝麻,相信很少人喝过,喝甘蔗芝会更加营养丰富,加热和还会有不同的功效 别看死物是一个不起眼的水果,功效却一点也不比苹果差,长河还可以清理我们肺部的垃圾,还可以致咳嗽 甘蔗芝含有丰富的蔗糖、果糖、葡萄糖、还有钙、磷、铁等矿物质 甘蔗芝之中含天门冬素、天门冬胺酸、饼胺酸、柠檬酸等多种胺基酸 坚丝含含味精 tecnología 君解含微生素B6、精端含微生素B1、B2 郑谱 바 받う lg 甘蔗芝或饮用甘蔗芝,能生金止可,补充口而在股其次印度上,生糖粉的面子 有水分及能量。 甘蔗中的糖类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。 甘蔗海含有天门冬氨酸、骨氨酸、丝氨酸、并氨酸等多种有利于人体的氨基酸,以及维生素B1、维生素B2、维生素B6和维生素C等等。 甘蔗的含铁量在各种水果中,雄聚冠军宝座。 甘蔗榨成汁,并不会破坏以上营养成分,并且口感更佳。 甘蔗之具有清热、生津、下气、润燥、补肺异味的特殊效果。 甘蔗可治疗因热病引起的伤筋、心烦口渴、反胃呕吐、肺灶引发的咳嗽气喘。 中医认为,甘蔗之声引性肝寒,是一热病伤筋、心烦口渴、深热尿痴、肺灶咳嗽。 口臭、口腔发炎疼痛,可用甘蔗之寒树吞下。 。 制作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,将甘蔗削皮,切断,切成小块,放到榨汁机里就可以了,然后过滤就可以喝了,每天不宜多喝,当然有糖尿病也要慎用。 另外小编再给大家推荐几款清肺比较好的食物。 。 如果你没有时间制作冰糖雪梨,可以泡这款润喉茶喝。 。 方便简单,采用胖大海、菊花等多种清热解毒,润沸食材,通过科学配比,精全优质的原材料,质量很好,一包包独立包装。 。 。 黑芝麻核桃粉,不仅黑芝麻有营养,核桃也不例外熬,将杂粮磨成粉插进芝麻粉内,对芝麻糊的口感影响并不大。 。 。 但可以多一个补养杂粮的途径,煮好的黑芝麻糊,或者黑芝麻米糊,可以加些核桃人进去,坚持每天喝一杯,头发会变亮,皮肤也会润润的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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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看看这款书干解育书棉茶,它的营养成分是看得见的,喝住也很安全,放心,而且它是独立的包装。 。 。 很方便携带,每天来一包,心情郁闷时,舒缓压力,而且经常和它的话,可以清理心灵垃圾,使气血保持平衡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助于睡眠哦。 。 。 这款玫瑰花茶是大家每天都会喝的,它富含香毛醇,橙花醇,香叶醇,本蚁醇等多挥发性香气成分,因此泡出的玫瑰花茶具有甜美的香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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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芥蚁死瓶有清热解毒,促进代谢,和肝氧味之功效,它还有平衡激素的作用,有助于女性的美丽与健康。 菊花可扩张冠状动脉,增加血流量,降血压,扩张冠状动脉和抑菌,长期饮用能调节心肌功能,降低胆固醇 对冠心病,高血压,动脉硬化,血清胆固醇过高症都有很好的疗效,对吸烟者来说是必备佳品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